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上海浦东一建筑坍塌更新 杭州一女演员表演时从高空坠亡 乐山大佛遭黄汤灌顶 男子爬上其头顶小便 宁夏升起蘑菇云 银川一化工厂爆炸后续 拜登在那些既不喜欢他也不喜欢特朗普的人中继续领先 特朗普的连任对非洲意味着什么 再次与中国发生贸易战将是一场财政灾难 中国知足AI内存冷却技术升温 随着Facebook迈入20岁 政治已经不再重要 而无人化的视频内容成为主流 请大家收看 上海浦东一建筑坍塌更新 综合新闻 2024年2月1日1时38分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菱路430弄一处三层建筑 发生局部坍塌 上海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 立即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处置 4030分现场处置完毕 经多轮搜救 现场无人员被困 涉及相关人员均已妥善安置 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中 杭州一女演员表演时 从高空坠亡 综合新闻 近日 一则女子在表演杂技时从高空中坠落的视频引起关注 视频中显示女子表演的地点为杭州滨江区开源广场前 女子在空中做了几个动作后忽然从高处坠落 在现场观看表演的路人被吓了一跳 事发后 警方已介入调查 2月1日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 该女子已去世 1日下午 记者就此事联系到滨江区文旅局 其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 此事还在立案调查中 据《新京报》报道 滨江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涉事杂技团无相关资质 系个体杂技演员 当天杂技表演也无备案 目前相关人员已做完笔录 有目击者表示 该女子表演时没有保护措施 月1日晚 爱滨江发布官方 对此进行了通报 通报称 1月28日晚 滨江区开园广场 发生一起演出人员坠亡事故 教训深刻 令人警醒 目前 滨江区政府已成立由应急 公安 文旅等单位组成的事故调查组 对涉事单位和人员进行调查 乐山大佛遭黄汤灌顶 男子爬上其头顶小便 综合新闻 1月31日 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称 2024年1月31日下午5时15分 一名男性游客翻越围栏爬爬上佛头 警区工作人员立即制止并配合公安民警将其劝离现场 经公安机关核查 经公安机关核查医疗机构诊断 该宁男子有多年精神病史 且正处于发病状态 目前 已将该宁男子送至医疗机构治疗 宁夏升起蘑菇云 银川一化工厂爆炸后续 综合新闻 1月31日 网传多段视频称 宁夏银川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一工厂起火 空中可见蘑菇云撞火球 据宁夏银川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消息 2024年1月31日21时02分 宁夏宝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精细化工厂发生一起爆燃事故 造成现场临近的两名巡检人员受轻伤 事故发生后 宝峰公司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14分钟火情解除 事故得到有效处置 未发生次生灾害 感谢社会各界关心 拜登在那些既不喜欢他也不喜欢特朗普的人中继续领先 华盛顿邮报 昆尼皮亚克大学对2024年竞选进行的一项新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 乔·拜登总统在全国范围内领先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6个百分点 该调查还发现 特朗普和拜登的不受欢迎程度都超过了受欢迎程度 并且在那些对两位候选人都不喜欢的人中 拜登领先13个百分点 然而 前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在一对一的假设性大选中领先拜登 这主要是因为对拜登的民主党支持较弱以及独立选民的转变 特朗普的连任对非洲意味着什么 德国之声 加纳对唐纳德 特朗普或乔·拜登是否应该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看法各不相同 加纳学生阿比盖尔 格里夫特 埃伯盖尔格里夫特更喜欢拜登 因为特朗普的诽谤案和两次弹劾审判 另一方面 塞缪尔 奥弗索 塞尼尔·奥弗索 支持特朗普对非洲的愿景 阿克拉媒体 艺术与传播大学 University of Media Arts and Communication 高级讲师 埃塞 西坎库 XC Kenku 认为 由于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意识形态和对非洲大陆缺乏尊重 非洲应该担心特朗普可能回归 然而 南非分析人士丹尼尔·谢尔克·Daniel Silka 认为 无论谁赢得大选 美国在非洲的投资都将继续下去 再次与中国发生贸易战将是一场财政灾难 彭博社 据报道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正在考虑如果他再次当选 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的关税 这将是目前平均关税率12%的5倍 税务基金会估计 对中国商品的现有关税 每年给美国经济造成约600亿美元的损失 关税翻倍会产生4倍的损害 因此5倍的关税将使美国经济每年损失约1.5万亿美元 由此产生的混乱将超过疫情后发生的情况 并可能引发痛苦的经济衰退 中国知足 AI内存 冷却技术升温 日今亚洲 中国公司常新存储器技术有限公司CXNT的目标是生产中国首批国产高带宽内存 HBM芯片 作为中国推进人工智能AI技术的一部分 CXNT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制造商 并已成功生产出适用于智能手机的新型移动Draml Pro 5 然而构建HBM对CXNT来说将是一个挑战 因为它不仅需要高质量的Dram芯片生产作为基础 还需要将它们堆叠在一起的技术 Dram和HBM市场的主导地位目前由韩国的三星和SK海力士以及美国的美光控制 中国生产HBM的动力正值中美两国之间的技术竞争加剧 中国旨在减少外国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 随着Facebook迈入20岁 政治已经不再重要 而无人化的视频内容成为主流 经济学人 社交媒体平台以Facebook及其子公司为首 已成为人们体验互联网的主要方式 也是他们体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数字广场 人们在这里辩论当天的争议并塑造公众舆论 然而 随着视频内容的崛起 算法用于策划信息流 以及向私密消息群组的转变 社交媒体格局正受到干扰 这些变化对政治产生了影响 因为政治内容正被挤出社交媒体信息流 对话正在转移到封闭的私密群组中 政治策略师发现 很难像以前那样接触到同样数量的人 他们不得不调整策略 以在多个平台上针对用户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政治广告变得不那么有效 因为平台将政治帖子埋藏起来 反跟踪的变化使得广告定位更加困难 电子邮件和直接消息 被证明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之外 接触用户的有效方式 活动策划者不得不专注于 吸引较小的私密群组中的用户 分享和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下降 正在创造被动的新闻消费者 他们看到新闻但不参与其中 这种下降正在影响政治内容的分享和评论数量 总体而言 社交媒体平台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的影响力 正在减弱 政治活动策划者发现 在这些平台上越来越难以接触和吸引用户 社交网络的终结 经济学人 据经济学人报道 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 正在经历一场变革 将个人互动和大众传播这两个元素 分割成两个独立的部分 朋友的状态更新 正在被陌生人的视频所取代 而公开发布的内容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封闭的群组中 TikTok风格应用的兴起 导致社交媒体平台 根据用户的观看行为 而不是社交关系 提供由人工智能选择的视频 与此同时 公开发布的减少 导致讨论 转移到WhatsApp和Telegram等封闭平台上 虽然这种转变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后果 比如减少轰动效应 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但也带来了问题 消息传递应用程序 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监管 公开发布的减少 意味着开放网络变得不那么有用 此外 奖励高度参与内容的算法 往往会传播极端和误导性的视频 社交媒体上 新闻内容的减少也是一个问题 特别是因为 社交媒体越来越成为年轻人 获取新闻的主要来源 星巴克的收益是一个警告 认真对待抵制 彭博社 星巴克因其对以色列的立场 以及与人工工会的斗争而受到抵制 这影响了销售增长 过去 消费者抵制对销售影响不大 但分散的新闻生态系统和社交媒体 改变了游戏规则 该公司已经树立了一家进步公司的形象 但在两个方面都受到了抵制的打击 这导致了消费者对公司在某些问题上 采取错误立场的反应方式的代际转变 尼基 黑利 Nicky Hayley 向捐赠者提出新的呼吁 华盛顿邮报 周二晚上在纽约市举行的一次私人筹款活动中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尼基 黑利 Nicky Hayley 倾向于他开始对唐纳德 特朗普采取的咄咄逼人的公开姿态 黑利告诉一个满是高额捐助者的房间 混乱跟随这位前总统 据报道 他抨击了他 因为他花费了5000万美元的竞选捐款 作为他无数形式和民事案件的法律费用 他认为 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有一个选择 要么支持特朗普的报复和混乱 要么支持能够取得成果的新一代领导人 据房间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 他们描述了一个私人事件 黑利补充说 一个女人将成为总统 无论是我还是 副总统 卡玛拉 哈里斯 预测特朗普将在政治上崩溃 拜登总统将无法完成他的任期 你们决定 黑利向捐赠者传达的信息 是在他竞选的关键时刻发出的 他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他的捐赠者 来维持他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的短途旅行 因为他发誓要在三月份的超级星期二留下来 他正在进行为期两周 实战的筹款之旅 现在他正试图深入研究他的信息 因为这是一场共和党提名的两人竞选 特朗普在南卡罗莱纳州的领先优势 远远超过哈利 蒙茅斯民调显示 华盛顿邮报 根据华盛顿邮报 蒙茅斯大学的一项民意调查 唐纳德 特朗普在南卡罗莱纳州保持着显著的领先地位 该调查发现 在潜在的共和党初选选民中 特朗普的支持率为58% 而他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尼基 哈雷的支持率为32% 特朗普受益于那些认为拜登总统当选非法的选民的压倒性支持 南卡罗莱纳州 57%的潜在共和党初选选民表示 拜登是因为选举舞弊而当选 其中85%的选民目前支持特朗普 而那些认为拜登是公平当选的选民中 哈雷获得了70%的支持 哈雷是前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和前联合国大使 他的地位自去年9月的一项民意调查以来有所提高 但特朗普的地位几乎也提高了同样多 去年秋天的民意调查显示 在候选人人数明显较多的时候 他的支持率为18% 而特朗普的支持率为46% 华盛顿邮报蒙茅斯大学的这两项民意调查都对潜在选民进行了抽样调查 这些选民表示他们在共和党初选中有至少50%的投票机会 而不是选择具体的可能选民的定义 尽管他获得了支持 但他的个人形象却因特朗普竞选团队和现已暂停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 德桑蒂斯的竞选活动的打击而受到了重创 去年9月 南卡罗来纳州59%的潜在共和党初选选民表示对哈雷有好感 在新的民意调查中 他的好感度下降到45% 有41%的人持有不利的观点 另一方面 特朗普的形象维持得更好 66%的潜在初选选民表示对他有好感 这一数字较去年9月的60%有所增加 在坚定的共和党人中 他的好感度为84% 略高于去年9月 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蒂姆·斯科特 在此前退出角逐提名的竞选中 最近又表示支持特朗普 他的好感度高于哈雷 有58%的人表示对他有积极的印象 乔·拜登·周·拜登 对液化天然气出口的限制无助于气候 经济学人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拜登 宣布暂停味觉的液化天然气LNG出口项目 因为官员们正在审查其对经济 安全和环境的影响 此举受到气候活动家的欢迎 他们认为液化天然气 使经济陷入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但让那些将天然气视为更清洁的 过度燃料的人感到失望 暂停不会影响能源部已经批准的项目 但将冻结拟一的项目 这些项目将使与美国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受益 比特币ETF的开局不太好 情况会有所改善吗 经济学人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最近批准比特币 ETF并未提振比特币价格 该数字资产自获批以来下跌了7% 预计这一批准将吸引机构投资者 并增加流动性 但ETF的资金流入 被Grayscale比特币信托的资金流出所抵消 与黄金不同 黄金ETF推出之前 主要以珠宝为主 比特币已经是一种金融资产 并且通过Robinhood和Interactive Brokers等平台 很容易为投资者所获取 拜登连任的机会比看起来的要好 经济学人 尽管乔拜登总统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支持率不佳 但美国经济的状况可能会提升他连任的机会 研究表明 选民记忆短暂 往往根据当下的感受来投票 而不是看现任官员的整体表现 选举时的最近经济表现比早期表现更相关 通胀率下降 经济增长强劲 股市繁荣 如果这些积极的经济条件一直持续到选举 可能会为拜登赢得更大的优势 有迹象表明 美国人对经济的感觉正在好转 消费者信心正在上升 即使考虑到2022年的高通胀和2024年的低通胀 一个模型预测经济增长将推动拜登在普选中获胜 然而并没有保证 因为自从COVID-19大流行开始以来 经济预测经常出错 而且选举团体对共和党有偏见 新加坡旅游业因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游客的到访而迎来复苏 南华早报 根据新加坡旅游局STB的数据 去年新加坡的游客数量增长了115% 达到了1360万人次 而2022年的游客数量为630万人次 游客到访量的增加主要是由印度尼西亚230万人次 中国140万人次和马来西亚110万人次等主要市场的强劲需求推动的 预计新加坡的旅游收入将在2023年达到245亿新元 182亿美元至260亿新元 超过STB的预测范围180亿新元至210亿新元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国内外的新闻 让我们来简要概括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 上海浦东一状建筑坍塌 幸好没有人员被困 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 接着 杭州一女演员从高处坠落 已经去世 警方正在调查此事 而乐山大佛遭到不文明行为 一名男子爬上佛头小便 这样的行为实在令人痛心 此外 宁夏银川一化工厂发生爆炸 事故得到及时处置 为发生次生灾害 接下来 我们了解到了美国政治方面的一些消息 拜登在民意调查中领先特朗普 但特朗普的连任对非洲意味着什么 则存在不同的观点 同时 特朗普考虑再次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这可能会引发一场财政灾难 此外 中国正在追逐人工智能内存和冷却技术 这反映了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加剧 最后 我们谈到了社交媒体和企业形象的影响 星巴克因态度问题受到抵制 而尼基 黑利则向捐助者提出新的呼吁 这些新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思考 在灾难和事故发生时 我们需要关注善后工作和事故调查 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在政治方面 民意调查显示拜登在领先 但特朗普的连任对非洲可能带来影响 这需要我们关注和讨论 在贸易战和技术竞争方面 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些决策和行动的影响 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最后 在社交媒体和企业形象的问题上 我们需要关注确保企业的形象和价值观 得到尊重和保护 这些新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思考 我们也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在下方留言与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每片二绵钩 ROalah 第一项 索